3、2、1开始 香港国际版已经正式在2016年7月29号成立 也积极在亚洲地区寻找优质企业 进行股权转让、并购跟投资项目 协助中小企业取得庞大资金 这一次台湾三森集团董事长陈三荣 率领马来西亚跟台湾的优质企业 前往香港国际版敲钟挂牌 其中还有来自中国江苏、长州、成都、深圳的多家中国企业 也顺利的取得超中挂牌的资格 三森集团董事长陈三荣说 台湾这几年经济停滞不前的最大原因在于 金融投资项目的政策不够开放 希望香港国际版的股权操作机制 能够帮助更多的亚洲企业 尤其是台资企业 突破困境、打造台湾的经济繁荣 这种生活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我们等于是全台湾第一批来到香港挂牌的企业 那这个也是一个在台湾历史上 第一批有机会来到香港挂牌 我们做所谓的产荣经济 所谓做为这个叫做场外市场交易 那我们台湾等于是第一批企业来走向 类似美国纳斯达克这样的一个市场 三森集团董事长陈三荣还说 香港国际版创办人黄慈瀚 从白手起家到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除了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之外 也是一位专业的金融演说家 所以陈三荣特别邀请到香港国际版创办人黄慈瀚 2016年10月13号到15号之间前来台湾访问 希望让更多的台湾企业能够跟香港国际版接轨 扩大台资企业的经营版图 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邀请黄慈瀚黄主席在10月13号 立临台湾 黄主席是中国经济论坛的副主席 同时也是香港国际版的董事局主席 然后他带领着这样的一个在目前在全中国最新的这种新三新四版 这种所谓的产荣经济这样的一个前驱的想法 带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然后我觉得我们台湾在最近这十年是完全落后了 那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他带领这样的能量 带领这样的新的知识 然后来帮助我们台湾中小企业 所以我们在云山饭店办了一个这样的盛大的活动 香港国际版创办人黄慈瀚 这次在中国、马来西亚、台湾等多家企业 前来香港取得股权挂牌的资格之后 充满信心跟开心的表示 他计划将香港国际版打造成东方的纳斯达克 他相当佩服三森集团董事长陈三荣 能够帮助台资企业经过香港国际版 跟国际资金市场接轨 帮助两岸三地发展中小企业 了解跟取得海外的布局跟融资 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营运投资环境 三森集团陈主席这次带这么多台湾企业过来香港国际版挂牌 首先我是对陈主席以及他的伙伴表示感谢 同时也是祝贺 我感觉到他是一位非常有责任感、有使命感 而且是组织能力非常强的企业家 所以我其实蛮感动的今天许多台湾企业在这里挂牌 黄慈瀚也相当期待10月份前来台湾访问的行程 因为台湾这几年虽然经济成长比较缓慢 但是其实台湾企业有很好的根基 优秀的工商企业人才跟优良的产业制造技术 另外投资环境跟人工成本都有许多相对优势 欠缺的只是资金的投入 他也对台湾未来的工商企业发展充满了信心 下个月到台湾的访问 我最大的希望是跟台湾的贵买中心 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 能够共同的帮助台湾企业 不仅仅在台湾 而且是可以通过台湾和香港的结合 可以走向世界 以立足亚洲放远世界的香港国际版 这一次一下子加入十多家来自中国 东南亚跟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 黄慈瀚主席说 目前还有美国、澳洲跟日本地区的企业 已经计划前来加入香港国际版 他希望下个月来台湾 能够跟台湾地区的工商企业 分享股权投资经验跟技巧 开创国际性的优质投资环境 为台湾的中小企业注入一股强大的发展力量 记者陈文旭、肖又金、香港报导